李总 李总 不好了 嫂子来了 来就来呗 有什么大将小怪的 她不是太太来吗 这次不一样 她气势凶风的就来了 信李大 你什么意思 你去哪了 什么什么意思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吗 我爸今天五十岁生日 你人也不去 你也不到 什么意思啊 哦 你说这个呀 我这不是按照你们家习俗去做的吗 好的 白总 就订你们酒店最好的一家鞋 好 我说你别老玩手机了 好不好 今天咱妈过生日 你这倒儿媳妇的早回去一会儿不行吗 发个信息 祝福一下不就行了吗 我们老家就这习俗 那么大岁数了 瞎折腾什么呀 我说妈她对你不错吧 平时有什么好吃的都仅仅你先吃 这次她过生日 你就不能用点心 过个生日不就是一大群人呜呜嚷嚷嚷的吗 有什么意思呀 我不去 你 这次能一样吗 这次是我爸过生日 你爸怎么了 难道我不去 你爸就不过生日了吗 你 嫂子 你就别生气了 你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给我出去 你先出去吧 我处理点家事 好了 老板 那我先出去了 你千万别着弄 喂 爸 闺女啊 你老公也太不像话了 有两家又飘了 真不懂礼貌 你老弟要结婚了 照她拿十万财力 要不然要跟她离婚 爸 你放心 这次她再给我拿不出十万 我就跟她离婚 我说你别闹了 行不行 这次你弟结婚 我给你拿两万块钱 就当水里了 不用她还 两万 你怎么想的呀 那可是我亲弟弟 这次你要是拿不出十万块钱 我就跟你离婚 拜拜 不是 你理解一下我行不行啊 现在公司运转之后呢 员工工资都还没发呢 开不开工资 那是你的事 这次你要是拿不出这个钱 咱就别过了 不过就不过 没有他们 能有相待的公司吗 没有他们 能有你相待的虚荣吗 你 现在 立刻 马上给我出去 你还长本事了 要想打我呀 我告诉你 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 如果我明天再见不到这个钱 你永远就别想见到我了 回来 在你临走之前 我再送你最后一句话 目中无人 仅于请 只顾自己一时尘 像你这样的女人 我不要也罢 滚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却找不到指纹 你这次是跟他玩的 我再送你 我再送你 你可不可以 我再送你 感谢观看